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重要的是能够勇敢面对积极治疗 这集的健康频道就由我来带大家认识摄护腺癌 我们叫廖医师了 摄护腺癌容易找上哪些人呢 还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在讲摄护腺癌之前 我们可能要先看一下 摄护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摄护腺是一个男生特有 只有男生才有 女生没有 所以有些女生来说 我尿尿不顺 会不会是摄护腺引起的 其实并不是 只有男生会有 摄护腺位置是在我们膀胱的下面 它是包住我们尿道 那我们的摄筋管会从旁边经过 主要是跟我们的那个精液的生成 跟预防它的感染是有关系的 所以年纪增大 摄护腺会逐渐的长大 当然也有可能形成摄护腺癌 它就长在摄护腺里面 里面变得有一块 慢慢变得癌细胞 慢慢肿大才 这是所谓的摄护腺癌 那癌症的原因其实很多 它跟遗传跟环境 其实都有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说 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有可能是 摄护腺癌的高危险属 一个是种族 美国人比亚洲人 还要容易得摄护腺癌 那美国又是黑人比白人来得高 所以不同的种族 得癌症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有去研究的是 一样是亚洲人 他住在美国跟住在亚洲 得的癌症风险又不一样 所以他其实说 环境饮食习惯其实会有 所以在美国的亚洲人 比起亚洲的亚洲人 也容易得到摄护腺癌 那除了那个种族跟环境之外呢 遗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当你的爸爸或你的兄弟 有摄护腺癌的时候 你的风险是增加的 平均增加的风险是1.68倍 到5.0倍左右 所以为什么哪些人会得呢 种族 环境 遗传 一些慢性的发炎 有些像性病感染 也有过去小型的研究说 跟受腺癌有关系 抽烟 肥胖 其实这些东西 跟受腺癌的严重程度 跟一些死亡率也有相关 发生率年纪是不是有一个关系 对 年纪是很重要 通常受腺癌是年纪大比较会得 所以你看这个区限 40岁以前得受腺癌的机会是很低的 一般60岁以上之后 得到癌症的风险就显著增加 常见的年龄 号发年龄是65到75岁 有些老年人他尿尿的都尿得很细 或者是说他晚上可能会爬起来尿尿 这些是不是都是有可能是 社会腺癌的早期症状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小便的问题 我们统称叫下密尿道的症候群 这是我们排尿的问题 急尿的问题 这是相关的 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社会腺癌它本身是 社会腺的细胞变癌化 就在早期它不会有特别的症状 不会说像有些大肠癌会有血便 或有些其他的不是 它社会腺癌早期的症状 跟一般良性社会腺肥大症状是一模一样的 有些人都是排尿不顺 有的像讲咽尿 那有些人会觉得排比较急尿或什么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当你有些社会腺癌到末期 例如说有转移到骨头去骨头疼痛或尿尿有血 这都比较严重才会发现 所以事实上早期的社会腺癌的症状 跟良性的社会腺肥大 也会有相关 或者有些慢性的社会腺发炎 也比较容易刺激社会腺增生 那事实上慢性的发炎 也是一个癌症可能危险因子 可是理论上或不会得癌 跟你社会腺有没有肥大 多大是没有绝对相关性的 本身来讲良性的肥大跟癌症 还是两个不一样的疾病 不过一般我们有肥大的人 我们都会来做一个简单的筛检 因为肥大跟癌症 你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来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东西肿大 我们还是需要去抽血 测一个叫PSA 叫社务腺的特医抗原 或者叫社务腺癌症指数 先区分说到底是良性的肥大 还是恶性的癌症 通常我们大部分的癌症都分四期 第一期是最轻 第四期是最严重的 第一期主要是社务腺 它癌症还躲在社务腺裡面 所以你外面也摸不到 常常影像也不一定看得到 那这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第二期就是它可能比较大科的 所以你可能用肛门指诊 你可能摸得到社务腺 或在影像可以看到社务腺 里面有异常 第三期就吃到社务腺的外面来了 第四期就吃到附近的器官 或者有远端转移 通常早期的话 其实只要好好治疗 五年的存活率 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问题 一般来如果第三期 可能大概平均存活五到八年 那如果到第四期的话 大概平均是二到五年 可是实际上社务腺癌 是一个对治疗蛮好的一个癌症 所以即使是第四期好好治疗 甚至我们有遇过一来转移的癌症 可是我们好好地去给它做治疗 活到十年以上偶尔还是会遇到 那怎么检查呢 社务腺癌的检查最主要是两个 一个叫抽血叫PSA 这个叫社务腺的特异抗原 也有人称为它会社务腺癌指数 通常0到4是比较正常的 在台湾来讲 0到10癌症的比例大部分 都小于百分之五 4到10中间可能就比较要小心要紧接 通常4到10在台湾来讲 大概有百分之15左右 10到15左右的人可能有癌症 超过10就建议比较积极去做检查或治疗 因为超过10以上大概 10以上10几还好 20以上大概有一半以上 几乎都是有癌症的 而且通常PSA小于10的话 即使是癌症也是比较早期比较温和 到于10就比较容易有转 所以一般PSA到大于10 我们会比较积极去做检查或治疗 我们去做诊断呢 那除了刚刚抽血之外 我们会用肛门止诊去摸摸看有没有硬块 那从肛门止诊之后 我们会做超音波 在超音波导引一下做切片 那有时候会做核磁工程看说 这样的摄护线到底有没有癌症的可能性 听说啊 摄护线癌有一个称号叫做常瘦癌 所以有些人如果罹患了摄护线癌 他就比较不会去选择说要积极治疗 就想说就放在那边 那療癌室的看法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 或许某些人适用 或许某些人不适用 因为事实上我们有些病人来 他说我隔壁家老王他得到瘦性癌 他说不用治疗也没有怎么样 可是因为瘦性癌它的变化性很大 一般瘦性癌症它有分它的恶性度 有分两分到十分 两分是最轻的 十分是最严重 所以它一样是坏人 有分不太凶的坏人 只是个小的或很凶的话你杀人犯 所以如果是恶性度很高的癌症 九分十分那种 如果你不积极治疗可能一两年就可能会走掉 可是如果是恶性度很低的癌症 例如说两分三分四分 那年纪本身又很大的话 确实不治疗是一个可能的治疗选项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毕竟他还是个癌症 我们还是建议说 要先确定他的癌症的齐别 跟他的癌症的恶性度 然后跟医生讨论 不治疗是不是一个选项 如果他本身是一个年纪大的人 癌症恶性度又不高 或许保守一点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我们遇过很多八十几岁九十岁 他其实诊断癌症 我们因为他考虑他的年纪 或怎样不做任何治疗 其实他每天都过得很高兴 就是每三个月来抽一次血液到天 事实上可以跟正常的一模一样生活 可是也遇过他一开始来 他可能来的时候 癌症指数都非常高 你根本还来不及治疗 你药物都还没用下去 大概一个月内就走掉了也有 再来又是我们升级一会员的提问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问题 摄物腺癌的治疗费会不会很贵啊 治疗方式还是在于说 它到底是属于第几期 如果本身是一个摄物腺癌症 它是一个恶性度低 年纪又很大 有时候甚至观察性治疗 就不用说任何治疗是一个选项 那通常如果是晚期的摄物腺癌 就一来就转移的第四期 是以荷尔蒙治疗为主 荷尔蒙治疗目前健保都有给付 有一些比较新一代的荷尔蒙治疗 它可能健保没有几乎需要自肺 如果初期的摄物腺癌的治疗 主要分两个大类 一个叫根除性手术 一个叫放射线治疗 根除性手术的话 就是把整个摄物腺拿掉 拿掉之后自然就 癌症的话就可以好好的去控制 那一般根除系统有分三种 一个是传统的 就是肚子画一个伤口 把摄物腺整个挖掉 一个是腹腔镜 打四到五个洞 去把摄物腺拿掉 那一个叫机器手背达恩西的手术 一样是内饰镜 可是它用机器手背来操作 因为腹腔镜跟机器手背 有一些耗材健保没有几乎 机器手背它二十万上下的一些费用 如果是放射线治疗 有分传统的放射线治疗 它属于体外去照 大概每天来照十五到二十分钟 大概照六到八个礼拜 这个部分健保是有几乎 那有所谓新一代电脑刀 它是把放射线治疗再做一个升级 然后更精准出装更小 这一部分的话也是健保没有几乎 需要自费大概三十万 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微创性的治疗 像海浮刀冷冻治疗 这一部分也是一个替代性的选项 这一部分的话健保也没有几乎 需要自费大概三十万上下 可是谈到摄护线跟除手术啊 男生应该都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这个手术结束之后 会影响到他们的勃起功能 确实因为我们的勃起的神经 是走在摄护线的旁边 所以看完刀之后 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病人 有勃起的一些障碍 当然如果是比较早期发现的病人 我们可以透过神经的保留 让它勃起功能来获得改善 可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病人 在手术完之后 会影响到勃起功能 这一部分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做给予一些药物 或做一些类似像复健的方式 来让它获得改善 想请教廖医师一下 那摄护线有没有一些保养的方式 或者说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预防摄护线癌 其实摄护线的保养是相当重要的 那不外乎第一个多喝水 可以避免刺激的饮食 那有些食物或许有人听过说 好像对摄护线有好处 像是有人说南瓜籽啊 番茄切红树啊 或者说是一些青花菜 当然这些东西或多或少有帮忙 可是目前来讲这些东西 到底对于能不能够预防癌症 目前来讲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正是有 那过去也有国外也有研究说 例如说一些微量元素像C啊 或维他命 像维他命D这个东西 会不会能够预防癌症 目前也都没有证实有它的效果 所以简单来讲 目前对于癌症 有没有单一的一个食品 或药物能够预防收下癌 目前是没有的 不过因为过去有研究说 在西方的饮食 事实上对于收下癌 是有影响的 所以减少 这尽量不要跟国外的西方的饮食 是一样的 事实上对于癌症 预防是有帮忙的 除了饮食方面 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做的研究 他是追踪大概三万两千名健康男性 结果发现射精次数多的 每月射精二十一次以上 比起每月射精四到七次的人 这个社会症癌症的机会来的低 那大家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二十一次 真的那么糟 是不是一定要二十一还是要更多 那当然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只是研究了射精人 不过他还要救他可能的理论根据 因为本身来讲如果射精量太少 你的精力预计在里面 还就可能造成慢性的发炎 慢性的发炎 还是一个 社会症癌可能有危险因子 所以还是有他理论的根据 所以我想这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 不一定要二十一次 不过我想 那适当的一个性生活 对我们社会症癌的保养 也是有帮忙的 我们知道说 社会症癌跟年纪 跟环境跟饮食有关系 年纪是不能改变的 那我们可以从环境跟饮食做手 通常西方的饮食比较容易 导致社会症癌 这部分可以尽量去避免 那一般建议50岁以上 就要定期做检查 包含做肛门止诊 跟抽血验PSA 定期的射精减少 社会症癌的发炎 确实对于社会症癌 是有帮忙的 国外有研究报告过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社会症癌的预防 确实是有帮助 可是是不是真的到二十一次 我想这见仁见智 因为我们勃起的神经 是从社会症癌旁边经过 所以很多社会症癌的治疗方式 其实都是有可能 对新功能造成影响的 尤其开完刀之后 确实有一部分的病人 新功能会变差 可是如果说 你能够有知道这样的话 早一点去治疗 那早一点去做一些预防 治疗它的勃起功能障碍 其实不见得 真的会变成现代太监 基本上刚开始开完刀 初期会有轻度的尿 事情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可是90%以上的人 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偶尔轻度 咳嗽一下一点轻度 肉尿 可是我想包尿布或尿袋 是不需要的 他夸下运球 现在没有夸下多数肚子而已 夸下运球 但是现在已经不太行了 有时候太太跟先生 来看那个 博旗功能障碍 对啊 然后太太就说 啊 这些音跟表现很差 对不对 对问题吧 然后后来太太出去 孙先生 她先生就说 其实我就不太有 想象中的问题 因为博旗功能障碍很多 是压力造成 当你太太跟压力不大的时候 就太太坐在旁边在呛的时候 表现很差 要多什么都不行 配合路很少 几秒钟都不行的 比较一个麻烦的是 但是性病最麻烦的就是说 例如说得到性病 有的是妈妈一起来 或是太太一起来 该怎么样去跟她讲说 委婉说 你先生或你儿子得了性病 对啊 有些就是看起来明明乖乖的 18岁的男生来 一看就是得了性病 妈妈说我儿子都很乖 那我坏事都没有错过 那我要讲 啊 她说是不是水喝太少 对对对 水喝太少 可是理由事情你知道 这不可能 可是也不能都这样讲 你就说我们还是先帮她治疗 那之后后续再看看怎么样